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别血宫廷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 血与星空 让我们翻开大藏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 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便里愁 龙争虎斗 几时休 抬头无跃处 再看凉堂 浸汉舟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们闷着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宰相都战 陪渡亲临怀西战线 长途奔袭 李硕雪业突袭蔡州 割据三十多年的怀西宣告客服 李硕雪业袭蔡州 从此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 长途奔袭的经典战力 十月十八日李硕命人将无缘纪押送京师 当天怀西各州的叛军 余部两万多人相继归降 李硕采取了安抚之策 除了一个无缘纪以外 对怀西的所有将士官吏等 该部追究 让他们各任原职 因而呢 很快就稳定了怀西的人心和局势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 县宗李纯登兴安门接受县服 并且斩杀无缘纪 向宗庙设计献计 当无缘纪那颗桀骜不逊的头颅 硬生落地的一瞬间 县宗李纯的目光正穿透 长安上空厚厚的云层 把像一把寒光闪烁的利剑一样 遥遥的指向了河北 怀西已经重归帝国的怀抱了 那么 那个骄纵跋扈常年歌剧的河北 还能逍遥多久呢 此时 县宗李纯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 没错 李纯坚信 这个宝京战乱动荡失序的老大帝国 很快就将在自己的手中回归一统 并且再度崛起 重新绽放圣唐时代的意义的光芒 沪靖元和十二载 重建天宝 成平时 这是平蔡周三手之二 白居易的作品 刘玉希的作品 此刻呢 就连几十几年前因为永真革新失败而被放逐的刘玉希 也情不自禁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个多年来一直忧国忧民却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呢 已经是悲喜交集的预见到 一页承载着圣唐余晖的历史 正在被天子李纯缓慢而坚定的掀开 这一页历史的名字就叫做 圆和中兴 无人记败亡以后 两河的跋扈翻阵不免 生出了春王齿寒的幽据 最恐惧的莫过于自清的李世道 李世道本来以为 把鹰派宰相五元横给干掉 朝廷就会掩其息骨 鸣尽兽兵 可没想到宪宗却力排众议决一死战 还启用了同属鹰派的裴度为宰相 而裴度去怀西走了这么一趟 就轻而易举的摆平了顽抗多年的五元纪 不难想见 朝廷的下一个打击目标 肯定就是他李世道和王成宗了 形势的逆转令李世道彷徨无措 他手下一交理工度的官员 历来倾向于朝廷 于是趁机劝他送上人质和土地 向朝廷谢罪 以免不无冤记者后臣 纪无所出的李世道只好听从 元和十三年正月 李世道前世奉表 主动请求派长子入朝为质子 同时献出了一密海三州之定 以表自己归顺朝廷的诚意 县宗接受了李世道的投诚 随即派遣左散去常侍李迅 前往运州 就是自清智所今天的山东东平 名为宣位 实则是敦促李世道 履行他的承诺 李世道这么一辅软 河北那几个上载观望的翻针 更是慌了手脚了 赶紧纷纷表态 二月份 横海节度使成全前史上表 愿带着全族人一起入朝 把横海镇拱手还给中央 四月份 成德的王成宗也把两个儿子送往朝廷为制 同时献出了得地两州 并且自愿将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朝廷 同月 卢龙刘总也在大将谈中的劝说之下 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 短短几个月 跋扈多年的两河翻阵 全都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对礼堂中央的权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服从 朝野上下那是一片的欢心 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历经劫难的帝国 很快就将走出历史黑暗而漫长的隧道 实现可叛已久的重心 可是呢 通向光明的道路从来都不会是一条坦途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 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叫惯性 小到个人的生活习惯 大到历史的积极 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对于当惯了土皇帝 逍遥了半个多世纪的跋扈翻阵而言 情况更是如此 所以最先向朝静低头的李时道 第一个反悔了 朝静的宣伟时李迅来到了资青之后 看到的不是李时道诚惶惶惶惶的笑容 而是一张阴晴不定的脸 在两河藩阵当中啊 资青呢 是拥兵最多 聚地最广的一个阵 所以要让他放弃享受已久的特权 自然是没那么容易的 而且人呢 都是有侥幸心理的 又倒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不撞南墙 不回头啊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 居安思危的道理很容易懂 但是呢 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比如说李时道的老婆魏氏 一听说李时道 要把宝贝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 卫氏的肺都气炸了 啊 在他看来 怀惜无缘剂打不过朝领 但是他自己无能 凭什么我们就不这样想 卫氏啊 要怎么说头不长见识短啊 厌不下这口气 怂恿另外几个机械 一起向李时道猛吹枕头风 哎呀 自从先思突兀俱有 自清以来 就先思就李纳嘛 啊 我们就拥有十二个州的土地 为什么平白无故 割让给朝廷啊 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兵力 不下数十万 不限三州 顶多跟朝廷打一仗 就算打不过 到时候咱们再线也不晚嘛 李时道这个人呢 本来他就不太情愿投降嘛 是吧 现在被枕头风这么一吹 马上就该注意了 哦 一想也是这么回事 大不了打一仗嘛 打完了之后 我打不过你 我再线给你不就完了嘛 是不是 来 于是乎呢 宣伟使李迅来到运州之后 看出李时道心里有鬼 就问他 你什么时候让你儿子入朝去做人知啊 李时道答 哎呀 这尊使不要这个催促 前些时候啊 因为父子之情 舍不得让他走 而且将士一再挽留 所以耽搁了一下 危机动身 现在有劳钦差亲自签来 我怎敢再三心二意呢 哎 只不过 到长安路途遥远 还得让全子再准备准备 李迅说 那真的不行 你给我个准信吧 什么时候能走 是不是 你说六月二十号 或者是八月十五号 什么时候能走 对不对 你给我个准信 我回去回朝复命吗 李时道还是支支吾吾 哎呀 这个还得准备很多东西啊 是不是 这六个大旅行箱 王顾左右而不见他 李迅呢 没再说什么 掉头就走了 回朝立刻向天子奏报 李时道是 冥顽不灵 反复无常 恐怕不对 他用兵是不行了 县宗一听是勃然大怒 好你个李时道 我给你脸 你不要脸 是不是 好嘞 咱们战场上见吧 没有人喜欢流血啊 但是历史往往中情于暴力 自古以来 历史老儿 每掀开心的一页 似乎都要占上万千生灵的鲜血 否则那一页历史就无法书写一半 这也是让人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元和十三年七月初 宪宗下诏 隶属李时道罪行 命宣武 魏伯 义武 武宁 横海 武道兵马 共同讨伐李时道 萧平强翻的最后一战 就此大想 从这一年秋天起 五路兵马开始对资青呢 进行了全面的进攻 携着怀惜心胜的余威 朝廷军在这一战当中啊 那可谓是势如破竹啊 首先建功的 还是李说 十二月 时任武宁节度使的李说 与资青军连战十一场 每战接接 并且在三十日攻克资青战略的金像 就是今天咱们山东金像县 元和十四年正月初二 公元八百一十九年 宣武节度使韩红 攻陷考成 今天荷兰民权县 十三日李说攻下渔台 今天咱们山东渔台县 十七日魏博节度使田红 正在东厄 就是今天山东阳谷县 东北厄城镇 大败资青军 斩杀一万余人 二月初李说之兄李听 接连攻克了东海 今天江苏连云港是东 还有曲山 今天江苏连云港 怀仁江苏干余县 稍后李说又在宜州 今天山东临沂 再败资青军 占据城县 今天山东早庄东南 开战不到半年 朝廷军就以所向披靡之势 横扫 自清全境 各条战线是捷报 贫传 运州城里边军心浮动 人人都开始紧张的思考退路了 李世道平日里 那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可实际上呢 外强中干这么一货色 接到前线一连串的败报之后 李世道惶惶不可终日 很快就病倒了 眼看着大军四合 李世道紧急动员 运州百姓修筑城墙 输军壕 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可是呢 还没等到官军杀的运州 李世道的脑袋让人给跺下来了 动手的人是资青的 都知兵马是刘武 早在各路官军挺进 资青的时候 刘武就已经在准备退路了 所以树战接败 屡屡后退 李世道的帐下幕僚警告他 说刘武别有用心 刘武赶紧把李世道 这个李世道赶紧把刘武给召回来了 准备要杀了他 这时候呢 又有人劝李世道了 说呀 大敌当前 如果临阵斩将 必然动摇军心 李世道呢 这人耳根子还软 一听呢 哦 也是这么回事 赶紧采取安抚策略 送了很多的金箔 把刘武又给放回去了 可是没过几天呢 又有人警告李世道 你这是纵狐归山 必将后患无穷 李世道就想 啊对 也是这么个道理 赶紧又把这人给抓来了 哎 派了两个使者 到刘武军营 命行营兵马副使张仙 把刘武干掉 不料呢 张仙一向是和刘武交好 就偷偷跟他报信 刘武一听 愤然而起 杀了那两个使者 在二月初八 连夜率领大军 杀回运州城 守城士兵 只做了轻微的抵抗 就纷纷投降 李世道在绝望和恐惧当中 躲进了茅房 结果最后呢 还是被刘武给搜出来了 李世道这时候 也没什么办法了 贪软在地 不停的磕头求饶啊 刘武面无表情的 看着他说了一段话呀 我奉天子密诏 把你押送京城 瞅瞅你现在的样子 有何脸面去见天子 话音刚落 刘武一刀就砍下了 李世道的脑袋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李世道的手机 被快马送至长安 资情宣告平定 自戴宗广德年间迄今 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 横跨黄河南北 占据三十几州 说服自想 官吏自认 一切自专的跋扈藩阵 至此是全部回归 李唐中央 分裂动荡了 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 终于重新回到了 大一统的轨道上 尽管说表面的辉煌之下 仍然呢 是隐藏着诸多难以根除的隐患 可是宪宗李唇已就完全有理由 为这一刻感到自豪 十三年了 从登基到现在 已经是整整十三年的时间了 尽管说这十三年的岁月 充满了曲折和奸情 但是一切呢 总算是有了令人满意的报偿 此时此刻 李唇完全有资格 站在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前 无比豪迈的宣称 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缔造了伟大的忠心 没错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 无论是李唐先皇的在天之灵 还是帝国的万千臣民 都应该为宪宗李唇感的高兴啊 都应该为这一天的到来 额首相庆啊 而一个缔造了忠心伟业的帝王 接下来该干什么呢 是再接再厉 巩固到手的胜利果实 摆着干头更进一步呢 还是满足现状 躺在光芒四射的功劳部上 开始随心所欲的享受人生呢 宪宗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历史很快就会证明 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对于李唇个人来讲 这样的选择也许无可厚非 但是他却一举终结了李唇 刚刚开创的忠心伟业 同时开启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而帝国命运的K线图 也随之在短暂的奇温反弹之后 重新掉头往下 再度回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 就屡创新地的下降通道之上 当然了 此时的李唇是看不到这一切的 实际上呢 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怀袭之后啊 县宗李唇就开始变了 怀袭几平上 尽交手 县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呢 一改从前刻金刻茧的作风 开始打星图目 专注于个人享受 元和十三年正月 县宗命禁为六军负责对林德殿进行修缮 因为当时自清成德等阵都尚未平定 禁军大将的张凤国李文岳私下里认为 说这个时候朝廷仍然是用兵之计 不易迎善太多 可是他们又不敢抗命 只好请宰相裴杜呢 代为劝谏 裴杜当然也不赞成县宗的做法 就在一次奏事的间隙呢 委婉的表达了反对意见 县宗一听啊 就知道是张李二将呢 把消息透露给了宰相 顿时是火冒三丈啊 几天之后就把张凤国和李文岳呢 双双的贬折 等禁军修完林的殿 宪宗像是要跟裴杜较劲似的 幽命禁军输均了龙手池 另外又建了一座全新的城辉殿 裴杜知道自己怎么劝也是白搭 那怎么办呢 闭嘴呗 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 就接二连三的上了马了 于是国库那钱呢 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 哗哗的往外流啊 为了平衡收支 也为了获得更多享受 宪宗开始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了 就跟晚年的德宗啊 如出一辙 当时呢 朝中两个财政大臣 敏锐的觉察出了 发生在天子身上微妙变化 赶紧偷其所好 千方百计在财政收入的大蛋糕上 画出了一块 专供皇帝的小蛋糕 也就是所谓的 睡外献余 每个月都准时送进天子的小金库 这两个人 那也确实都是很有名的人 一个呢 叫成义 时任公布侍郎 兼盐铁转运使 另外一个呢 叫黄浦伯 时任户布侍郎 兼盼渡之 可想而知 这两个聪明人很快就博得了天子的宠性 当然这聪明咱们这大人引号 元和十三年八月 献宗没有跟裴杜等宰制大臣商议 忽然下立到诏书 宣布任命黄浦伯和成义为宰相 诏书一下 朝野哗然 虽然本朝历史上多有财政大臣入阁拜相的成立 但是其人选通常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 并且交由现任宰相来审议 而现在的问题是 黄浦伯和成义的资历品行 德望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 比如说黄浦伯 据说就是靠贿赂换官土都成垂上位的 这种人要是当了宰相 那整个朝廷岂不成了权钱交易的乐园了吗 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 不仅是满朝文武害恶 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嗤之以鼻 将其引为笑谈 宪宗如此的独断专行 自然引起了裴渡的极大不满 裴渡当即和另一个宰相崔群 当面向宪宗劝谏 极力反对这项任命 可是宪宗却置若罔问 裴渡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就回俩字 不准 裴渡认无可忍再度上述 说黄浦伯和成义都只是钱鼓励 宁巧小人 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 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 那臣只好告老欢乡 臣要是不辞职 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 臣要是不劝谏 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 如今陛下既不询我辞职 又不听我劝谏 臣仿佛是烈焰焚身 如同万箭穿心 实在是不堪忍受啊 宪宗看这道奏书的时候 气得脸都绿了 裴渡居然把我最宠心的两大臣 说成是宁巧小人 这种明摆着骂我 有眼无珠吗 不光让宪宗怒不可遏的 还不仅仅是上面这些 而是裴渡在奏书最后说的一句话 陛下见生平之夜 十以八九 何人还字堕坏 是四方解体户 这句话呢 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嘛 你裴渡有意见你提嘛 是不是 犯得着如此威严耸丁 上纲上线吗 在宪宗看来 裴渡对这件事的反应 之所以如此的激烈 问题并不是出在 黄普勃和成义身上 而恰恰是出在 他裴渡自己身上 表面看来裴渡坚决反对 这项任命的理由 似乎是冠冕堂皇的 可事实上 此举背后分明 隐藏着一不可高人动机 什么动机呢 四个字 把持朝政 那么 现宗怎么会认为裴渡 把持朝政 裴渡身为首席宰相 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 为什么会被皇帝怀疑把持朝政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